各位同心 大家平安 大家快樂 這個孔是國家的政策和興盟 這是根據我介紹台灣歷史的經驗 台灣歷史都可以為網站免費貧窮 雖然我有印字出來才不會賣 但是網站去看差不多有一百萬錢 說台灣歷史 但是今天這就是我們高吉班 高吉班就是要對相關政的分聯 你的當中的政行和國家的興盟 有很大的關係 你可以識破什麼東西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高吉蘇修的教育很多都創合 要做一個政府的官員 有他特殊的要求 這個要求我們把高吉的經歷說給大家聽 所以到這個國家的政策和興盟 就是我們拿高吉的紀錄來分析 第一 這是比較偏重的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 將管和未將管 將管 南臺將管有一個鏈孔 你拿到管理之後又有一個鏈孔 我們這些小的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 要不然將管以前說到一大堆政府土地 但是如果將管下去就變化了 我用這個黃埔軍校 這個案例來說 黃埔軍校 順中山 在這個工廠這個地方 蓋了一個棍頭 請問這個錢位都來 有人知道嗎 我 我跟你說 蘇聯隊計出來 蘇聯隊一九 一七年 一九一七年 列寧革命成功 結明成功之後到一九一九年 就是我前面三年之後 他成立第三國桌 準備把他認為最好的共產主義 要提供到全世界去 這列寧的時刻 所以成立第三國桌 東元 他也看上了 在東方的中國 中國那時候的內政是什麼內政 中國那時候就是軍閥格局 因為中國 一九一一一年一九一二年成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誰人成立的 什麼孫中山 老闆都派去 全世界 不要 袁世凱成立中華民國的 我們頭部都說灌一些賽事 我剛才告訴他 什麼孫中山兵的國父 要想說 要了解 因為我們內裡 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頭部都去控制住 你以後做一個政府的官員的時候 你不能去控制 你自己要有動力的思考 這個 袁世凱要去 將館之後 壓心更大 要做皇帝 所以叫做紅線稱帝 八十幾天 這是歷史的紀錄 這是政客的 歷史之後中國就四分五裂 他的將軍 在三四省 成立一個軍團 這個生活官 一個共產軍 在浙江 這樣 一個國家 本七八 七八 七八九 後上打來打他 但是 孫中山有寫一份 叫做三民主義 但是孫中山說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句話不聽的人 嚇唬一下好不好 所以說 這不是我在說的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當然是孫中山說的 所以 蘇聯跟我說 你們在四省這個社會主義 跟我共產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嘛 所以來支持 來給你建一個黃埔軍校 那時候孫中山就沒有錢 孫中山搬來台灣 來募款錢 因為台灣人 想說他是漢林 所以在九錢 來台灣的收貨最大 去百里所在沒有來台灣的收貨大 所以孫中山都來滾那邊 就拿到錢 這些黃埔軍校 所連提供 軍器 彈藥 薪水 還有一些坦克 飛機 都他來提供 叫孫中山 你推薦一個人來做校長 孫中山 沒法一種的軍事人材 像我們現在民進府 軍事人材 也是缺缺的 缺缺的時候 我們有美國坦克 美國去扶植 這點我們就比較放心 孫中山就沒有人 就以前 別去水買的一個 叫做酒店 就叫酒店說 不然你帶 你去做校長 所以去五年 訓練幾個月 回來 轉做 黃埔軍校的校長 黃埔軍校的校長 副校長什麼人 就是教務長 周恩來 副校長周恩來 現在才有一批 這個孫中山 這個陸軍軍官學校 現在這個名稱 在台灣也是叫做陸軍軍官學校 不過在鳳山 鳳山軍校 現在這個所在是黃埔 這個大福祉 這是 索連人 站在中間 比較散的這個 酒店 所以 成立的頭一天 所協會上 這鐵正如彈 所以 金戒酒專 就做 中華民國的那個 這個 黃埔軍校的校長 因為 索連有拿錢出來 有拿彈藥 武器 兼教官 教官教你說 安全照台 所以 黃埔出發北伐 一路都很順利 就到上海了 南京 長江的地方 怎麼那麼順利 沒有什麼戰意 就到了 原因很簡單 原因就是 中國的軍隊 軍閥的 槍炮子彈 輸了 蘇聯的 輸了幾十倍 你看 我剛才有一個仇人 一個人要跟他對射 他如果體重到我差不多 來射了 你技術比較讚 我也要射 但是你的身材是我的三倍高 手 巴掌下去 我就死了 你要怎麼做 所以 南部 全部 沒有戰爭 就到了南京 到了南京之後 這個 這個 政府跟他講 壓心就出來了 他的壓心率是說 我要來做總統 所以 把恩人當作仇人看 他發動一個問題 叫做清黨 因為這個是共產黨 建立的 周恩來有些共產黨的 那個 的人 那共產黨那些人很少 他就清黨 就是要跟共產黨抬死 你就知道說 這些錢 這些 九官 槍炮彈藥 都是 所連提供的 因為 孫中山 公 三民主義就是 共產主義 但是這個 把恩人當作仇人台 這種話 大家聽不到 路於台 產生了 國共內戰 所以國共內戰的罪魁禍首 就是蔣介石 這 大家可以再去查 那 蔣介石 路於清黨之後 共產黨 結了這個 很大的 仇恨 所以以後 兩個人就打來打去 打到台灣 這就是 黃埔軍校 正確的看法 所以大家要知道 現在說 現在說 漢民族的國家 國立 國立 衰退的原因 西方世界 羅馬帝國 頂頂 它也會衰敗 但是我看這個 羅馬的東羅馬帝國 當羅馬帝國 修多的伊斯坦堡 就是現在的土耳其 他這個頂頂 有兩千年的基礎 有兩千年 有兩千年 在中國 所以說 雖然碰空說有五千年 有一個問題 三千年 所以不可以說五千年 三千年的歷史 二十幾個頂頂 每個頂頂百花年就結束了 裡面有什麼區別 有什麼人 兩千年再換個頂頂 這個在中國 哪會 百花年就要換一個頂頂 這個有道理 這個道理在哪裡 西方世界就是 當羅馬帝國 你如果要做國王 你一定是超過二十個 成任男主 到主角 但是在頂頂的國家 你就是老闆 血統正確 你兒子就是來繼承 兒子 如果剛才說那個時候三十歲 不就當校 當用 沒關係 但現在有三歲 那叫三歲 你去效忠三歲的人 這三歲的人 那是你效忠的對象 那這些漢民族 大家都退一退 去我頭上都會失敗 因為 漢民族有一個 空主 空主我們大家 我們中是一個很好的人 但是去給派人運用 這個 秦始皇 統一六國 但是秦樂的 朝代 三代就沒有了 到漢 漢朝 秦漢 漢到漢武帝的時候 他想 我這個王位要怎麼帶給我兒子 要帶給我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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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方法沒有 就問群臣 這個大神 這個大神 董仲術說 有 有方法 有孫子的理論 他說什麼理論 他說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什麼意思 你做兒子對老爺的孫順 跟你做成對君王的孫順一樣 這句話說得很痛 所以你要緊張 你就要有孫順 這個也說得很痛 但是現在 換一個人 你緊張的對象 現在有一個 四十歲的人 你去對緊張 四十歲的世紀 換一個三歲 你怎麼去跟三歲進宗 你進不來 你進宗的對象偏了 因為三歲的人 不可以講完 一定是他們阿姨 他們阿姑 他們誰人誰人 你這樣 頭髮壞去 就是去給空手的這個理論 衝壞去 日本人來打台灣 一百九五年 一剛才台灣人 拿這股道菜刀就開始嚇 後藤新民就想說 怎麼台灣人跟中國人不一樣 你以前是怎麼處理的 完全你是怎麼處理的 他發現就 就要用空手來 來創 來創 但是 一百九五年 在總統府旁邊的地方 歡迎 剛起一座 十七年久的這個空廟 跟他聽一聲 那後藤新民 不願意 你第一任的總督聽他 我這第三任的 會讓人 隨便你起一座空廟 這樣 沒禮貌 所以拖延到 一九二五年 才叫郭偏寧 在這個大龍蟲 現在 哭人家還是什麼 又起一個空廟 英國王國控制 來幫你控制 讓你做落雷 又做到不知道 西方世界呢 有這種情形嗎 有 西方世界在英國一千年 馬丁落地 看到狗紅地部的贖罪卷 大家知道 署罪卷 就是說你跟阿嬤這張 要拿新來賣十萬塊來跟阿嬤 阿嬤之後你拿回去 把你的 這個庭上的座 下面十萬塊 你如果花一百萬 下面你一百萬的座 這是署罪卷 這個 馬丁落地 這是日耳曼民族 說 這個胡說八道 你 不是說 射金鎖 台灣的射金鎖 你要騙誰 騙貴 對不對 一個 超鎖 帶一塊金箔 這樣叫錢 沒什麼事情 這樣燒 這樣燒不行 騙誰人 騙誰人 貴到沒有呢 現在還要趕快離開 還燒便宜的去這裡 還要帶過來 跟老大廚 開到燃燭 幫你修 這是已經走火入魔 你要知道說 這種事 就是心理上的因素 這個西方世界 因為馬丁路德的那個 敢這樣去衝 所以馬丁落地 以後 這後就有工業革命 文藝復興 上面 頂頂 突破傳統 說第一項突破傳統 就是說 他說鐵球是他的 鐵球是他的 鐵球是他的 這個 九火的人 不相信 他說鐵球如果是他的 鐵球 想要把他放在哪裡 算不遇的 想不遇的 想不遇的 在天上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 歐洲經過這個 思想上 變通 全進步 人進入進步 所以 1517年到這幾年 差不多 將軍五百年 人進入進步 進步到什麼 火蘭人在佔台灣的時候 他說 我們兩個火蘭兵 或是兩個英國兵 就有法對付50個中國兵 2比50 就是說 我們的軍力 是怎麼用 所以 射到 射到這個 鐵球兵 就走 以前說 來打台灣 打贏 但是你要知道 那時候在台南的 火蘭兵 差不多不到1千人 至少說 帶2萬5千人 25倍嘛 再來台灣的時候 還有 裡面的人 跟統帝 情報給他 他只要打這個 Zilandia Zilandia就是 安平古堡 打到國際打不下去 這也是很 沒什麼公平的 這個 所以說 這個社會 這個 東風世界 全開始 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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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蘇雄通益 蘇雄通益 很可憐 我去美國讀書 怎麼 美國小孩怎麼 問到那麼多 當時問 誰要問 阿嬤的小孩 沒有人可以問 原因就是 他們分點質疑 老師說的話 不一定正確 這樣下去處理 所以人一步一步進步 中國就一步一步 原地踏步 這個蒙古人 佔到中原 他跟中原的人 奔罪四頂 相關的就是蒙古人 澀墓人 澀墓人就是我們 眼睛的 眼睛的色不一樣 有顏色 我們大家都不注意一下 我們看過金頭髒 沒有金頭髒 但是他說澀墓 漢靈 這漢靈 原來金通在下的漢民族 女爭氣在渤海 Korea 跟男人 男人就是滅亡後的漢族 所以這個 董事 參選一個事情 就是說 客家民族是為何來 其實 客家民族 如果照樣看見 是金人的後代 他有自己的護眼 民族 民間 把這益 分座十頂 十頂 就是說一官二例 三征四道 頭一名做官 最高級 二例就是 是說退政府在做事的人 三爭四道 第三官的就是做學生的 做讀書的 武功六農 七一 第七頂才是 伊生 八唱 第八頂就是紀律 八唱 九乳 那個託子郎 他到六十的 九乳 十蓋 所以這個名詞 這樣說下去 有一個新名詞 叫做臭老酒 這樣臭老酒是在馬上 託子郎如生 因為託子郎都沒辦法變化 所以 漢民宗的頭髮全死的 我們今天 跟民政府的 比來的官員說 就是你頭髮不要死的 你頭髮要換 結果就是死的 蒙古人就跟你看 看儒學 就去 九乳 所以 就是臭老酒 你如果 剛才發生人 你說什麼叫做臭老酒 他自己概算 那都是誰 在台灣 萬一有人 有種下 分化的 東西 分類戒鬥 什麼叫做分類戒鬥 就是 張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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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鑽雄人 你們說話 聽得比較有俗話不一樣 鬥 閩客鬥 給人家 客人 去抬 去抬 族姓鬥 飲的 太子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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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姓鬥 還有一個 客客鬥 客家人跟客家人 也在西郎 給你們兩個 客家人 去抬 客客鬥 同業互鬥 他就不要讓台灣安定 拎下去 抬太子彈的 最好 要死一趟 他還可以做趕 第二項 三年的臨機 就是 衛東國派來兵趕 趕 只要待台灣三年 為什麼有這個規定呢 因為 康熙皇帝 一六八三年 拿到台灣之後 他說這句話 他說台灣乃蛋丸之地 得之無所加 去之無所損 台灣皮太大 得到 沒什麼 跟他憨索 也沒什麼 怎麼康熙皇帝 說這種 這麼大開口的話 你得了解 萬洲 在一六四四年 靜觀的時候 萬洲的靈靠 浴 六十萬 年輕人 十五人 都算了 六十萬 但是 當時的 中國的 靈靠多少 有交金的 六千萬 那如果 再交五十九 小金頭一億 一六四四年 六十萬的人 來關六千萬 就是 拼我大一百百 康熙皇帝 所以他懷疑 懷疑 是 這 拿到一個台灣 被他大 賣地好了 所以他賣地了 你就知道 那 那 漢民族受到 奴役 受到奴役的影響 全 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自己 換老闆 跟他 很順利 所以做奴役 這個 還有一個因素 康熙皇帝 在這個 減臺灣以前 他有 征服這個 三藩 抗親 我不會說 三藩之亂 吳山貴 耿金鐘 善可喜 這是三藩 這都漢民 我去萬青 我去萬青 你 他有 對萬青 打車 喊馬功勞 這個 瘋 吳山貴 做 雲南王 雲南王 做十年後 他全開始 喊 他說 你如果拿到台灣 就要去喊 這麼多 西隆 西隆 接著台灣後 台灣已經開發的 拖隊一萬八千架 他把其中七千架 第六個 產祖 他收 不是說 他一個人辦得出來 他七十個分公司 東南財布 都卸得好 在為他收招 收招 收招 萬青政府也怕他 怕他 怕他再做法 所以 他調來 怕 錢給你送去 財務的錢給你送去 所以 康熙皇帝 他說 台灣來蛋丸之地 得自無所加 所以 說 現在來台灣做拖的 只可以做三年 三年認金 所以我們台灣有一個職業 職業 叫做三年拖兩年末 都會末 扣在那裡末末末 對 所以 來台灣做三年拖 你以後就開始在地攤 在地攤 攤我都末 落地攤 然後攤我 不錫卷 不准錫卷 你 來台灣 你不能帶我兒子來 為什麼 這是職業 這就說 你 台灣發生抗青的時候 你媽跟你兒子 就要好好抬 所以 這個情形 漢人 流到台灣來 全到台灣的比不足 大量的結合 大量的結合 最近 林瑪麗有發表文章說 我們台灣人的血統 DNA 百分之 八十五 是比不足 這是屬性 怎麼沒有屬性 有人證明嗎 我問一句話就好了 天上有天公 地下什麼公 你們都知道 哪個地下 哪個母骨公最大 啊 說一個理由 母的館人比較大 政客 但是天他 哪個地上 地上那母骨公 家裡有婚姻 時床 大尾老的怎麼多 啊幾多嘛 母骨公最大嘛 啊什麼理由 因為彌寶祖 是母系社會 家長的財產 交給女婦 大部分都是羅安家 手機外的喇喇 喇喇 啊 女婦的還是家長的主宰 所以 家長的股股弟弟最大 所以 毫無疑問 我們就是彌寶祖的後代 阿彌寶祖 還有 一個士姓 士姓 士姓就是說 讓你姓丹 讓你姓王 你要姓什麼 姓要姓長 好 你姓長 阿彌寶祖的 阿彌寶祖都會死 對 所以台灣要有一個故事 最好 六江死一瓶 霞頭燒幾瓶 六江信死的一瓶 不是死去一瓶 死一瓶 霞頭燒幾瓶 信死都要幾瓶 沒有辦法告訴你 那就是 這個姓氏 都這樣 一瓶一瓶 這就是彌寶祖的現象 你看你們的政策 隔離 怎麼 你知道我們都彌寶祖 我們百分之八十五 有彌寶祖的血統 身體呢 身體也有膜 我們手一瓶 膜 膜 刺下去 會一瓶走出來 膝蓋頭 最悲哉 會稍微逼順 哪有這個情形 你不是中國人 不要讓中國人騙去 你是純正的台灣人 這樣說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嗎 好 再來 這萬青瓦季的時候 有太平天國 會生起來 太平天國 是這個 這個 洪秀泉 洪秀泉 他看到一瓶子 勸勢良言 這就是聖經 所以他就拜 創立了 拜上帝會 他把這個牙縮 他說他是牙縮的小弟 所以叫天地 這太平天國一站的時候 這太平天國一站的時候 勢勢很大 不不不不不 打到南京去 那這個時候已經有 歐洲國家已經來到 中國 他們就去調查 是不是要支持 太平天國 來萬千塊換掉 去调查的时候 发现就是他这个基督教 不太行 世风的基督教 只能跟亚洲跟他修我来而已 寸的都没了 所以要去继续支持 完成 如果说当时来支持 来支持这个 太平天国的时候 这个历史再改善 但是人类一旦得意之后 这个太平天国 朱王皆荒于酒色 现在有管理这样 虽然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马上喝酒作乐 不失进取 因为争权又内讧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不要做到一半 自己里面起飞 所以要去 洪秀全自杀 太平天国别忘 这里面 里面的因素 这就是说 让我们知道 我们将军掌握这个国家 要小心一些东西 但是现在又说了 说到法家 我们刚才说 台北文是说儒家的事情 现在说法家 法家 春秋战国是以军权为核心的产生 所以叫这个霸道 法家认为人性恶 才生法度 这是法家说的 人性本恶 因为 因为人性恶 就做法律 生而有奢望 才有生涉全马 以至盗贼 他强调用法制制度来 约束成价 远胜过一时的人质 就是说 你要军法律 不能说 欢迎国民党开的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那就是 一定 王国要用法 俗事 来建立这个国家 就是说你要有法 要修法 你如果 过度遵守旧规 如果 不正视 因实质的变法 重要性 只会让主持 逐渐走向 昌老 为王 够期的制度 不一定对 你如果 过度 够期的 方法 来控制 备心的时候 可能产生很多问题 会 无法去 这是商鞅 这是水滚到 卫出商鞅 商鞅是什么人 为什么 第一的手下 有法 让 统一 六国 打下重要的根基 一 三九零BC 这是三百九十年 就是两千三百九十年前 出生的 BC就是 before Christ 就是 耶稣还没有诞生前 祭元前 祭元前三百九十年到三百三十八年 一世公孙名央 秦孝公司封于商鞅 所以叫做商鞅 也叫做商君 商鞅为为国择出的公子 亦称为为央 他年纪轻的时候 好行名之学 专言以法治国 他专门来研究 王国法律要按照帝国 这不是我们的秘书党 王国他的法律去 控诉美国 要来 争取台湾的 獨立自主的 願望 他不当然不兵力 这三样 同时 还是用同样的方案 这三样 我们以前在卫国 做一个小官 公输座的加乘 公输座打庭 打庭 卫王就来看 你打庭 大家这次 刷下去 要怎么办 商鞅 公输座就说 我推荐一个人 你要重用他 你要重用他 他说什么人 他说商鞅 这个人很厉害 你如果重用他 国家会选 他说商鞅 卫王兆 这个公输座就跟 商鞅说 他说 我 我 国王说 重用你 那不重用你的话 就给你打庭 他说 我现在先向你透露 我跟国王说话 你 要怎么 商鞅说 没有跟他打庭 他说 如果没有重用我 就跟他打庭 他说 不对 如果没有跟他重用 他也不会跟他打庭 他就看不看清我 那就跟他打庭 所以商鞅 这个时候 已经表现出 他的才华 憑他的老师 较好 但是后来 他就去 禁国 这个 到秦国 跟秦王见面 一次 是皇后再 因为他怎么 现在 第一次是皇后帝到 五帝之道 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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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孝公睡去 第二次 王道 第三次 说到八道 八道 这个秦孝公 这对 刷到第四面 说到日日夜夜 说我们晚 这个是人才 所以 他说的话 四行下去 秦国是 本来 位置的西方 一个弱国 要变成 变成 这就是商鞅的厉害 就是说 利用法家 利用法律 来做事 是 他两次变法 彻底废除旧制度 建立新制度 让秦国 很快强势出来 但是他本人 被处以策略极刑 什么叫策略极刑 全部的国民 受害者就是 本来享受到特权的人 我们现在要注意 你会去伤害到 原本有特权的人 原本有特权的人 看国庭世纪 然后 专来抓山羊 抓山羊 要怎么处理呢 向他策略 就有五只牛 牛 牛还是买 手 一只 一只 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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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只牛买 分五个方向走 这个策略 就是说 人的时代 怎么会贴 怎么会贴 裂开来 这就是东西 会可能的政行 这是凡价 这是骨子 这三只五只 这是策略 这些策略 这些策略 犯人未央 策略犯人未央 这个总共 春秋建国 那首相是开放的 发生的 我们越走越对付 还有一个叫韩非子 韩非子 是法家 他反对 他反对 重视法 反对 利 利 他们 对东西的新兴地主改革 反对 贵族 垄断 我们经济和政治利益 的世袭特权 这是公平正确的主张 维护贵族特权的理智 是落后的 不公平的 这是说得很对 对 反对的作用 反对的作用 就是定分子争 反对有什么作用 现在他说一个 一副造 落后看到一只策略 在走 无主人的策略 所以很多人就去那里 填到你的 就很少去填 但是啊 在菜市里有没有策略的人 整百只策略你也没有去填 因为 菜市里的策略是 有主人 走到外面的策略 没有主人 那就是人 所以 有法律規定 所以你 在菜市里的策略 你安全 不去用唱他 第二个作用 法律的作用 就是说 心功 俱报 他鼓励人 力战功 就是说 让那个不法之徒 感觉恐吓 恐惧 恐惧 好力 有害 这说人 人性 这要注意 人性就是好力 有力的我就去 有害处的 我就是要陷 他说 说管子 说过 雄林日夜间沉 敢迁路路 也不觉得累 因为利益 就是在头前 就去陷阱 抓虎的人 不怕危险 逆流行心 霸力行 不在意 所以商鞅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说 人生有好恶 故民可治疑 人有 这个 有喜好 还有厌恶的 所以 人有法去抵立 这种理论 他不法骨 不寻心 他就说 我们 要来做事情 就是 不能说以前做的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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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罚骨 就是说 效法骨人 他就说 不要 以前做的制度 不一定 对 你自己要警戒疏口 因为时空有转变 不寻心 今天 所以你不法 但是 嫁两天 可能不一定 好的方法 你就要去改 好 他把旧的儒家讽刺为 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他把那个空主 的那个学文 归纳 我说 这有体 怎样体 现在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就是这样 有一个座山人 在座山 旁边有一张手 一只鱲子来 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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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不知道变化 想说这些来拨八十的来拨 我又发 率 死 来 帝离国家 国家要帝离 有它的要点 发 法律 死 法治 政权法治 是指 君主的权势 素是指 驾驭行程 你驾驭行程 你会驾驭 你会驾驭 防止作乱 维护君主的安全 有法治 还有法治 有生不害 生不害 没问题 我们跳过 韩非子是法治 但是韩非子有一个夸点 说话大字 他以下的著作 韩国人不欣赏 韩国这个韩国是韩兆卫的韩 不是北韩南韩黑韩 不欣赏 但是 秦国欣赏 秦国全派兵来 帕韩国 要在韩非子 很简单 韩非子给你 韩非子就去秦国 但是因为 他说话大字 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这个秦英所 给韩国的丞相 李斯 陷害 韩非子全四季 我们 现在有一些讲义 各位 就是 韩非子 当年下 当年下的 这个 国家新王 国家要拜王 有四十七的征兆 我们稍等一条一条 来 研读一下 头前下的是原文 会更像 那些就是 我给他翻译做 看更有的文章 所以韩非子 他会注定 不期益修古 不要说 以前的人 不法常可 没需 就是 遵取以前的法 法务 示意则 示意 示意则被变 这不要紧 这韩非子的理论 所以 君主应该用国中手段来 清除世袭的奴隶主 贵族 散祈祷 夺祈福 这就是 我们现在民政府 要做的事情 现在利益既得者 他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力 你知道障碍的利益既得者 只能下去想一些方法 来克制他 因为 任何人不能例外 做到法不阿贵 行过不必大乘 赏善不宜批夫 譬如说 你法论 你如果做鬼族的人 照常自己法 做大事 你有多 自己法 休息 你做乞丐 我也可以休息 因为你游公的事 所以这个韩非子的理论 有文章下来 我们刚刚有说 这个守株待兔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手腳 这个担拖 他的意思说 死守旧规 不治便通 悔及记忆就是 有一个国王 有一个国王 生骨没人出 一个医生看到 你这个有病 这个国王 嗯 没有 没在买他 还够一段时间 你有 有出门 他也说 没有 悔及记忆 还有第三个 病更加深入 那时候 那个医生走 要去国王 去死 如果有病 你就要注意 老马仕途 老马仕途是什么意思 因为国旗 在战争的时间 有一个战争 是 军队开出去 在沙漠中 他拾去方向 不知道要去哪里 大家都走不出来 减乎生要去哪里 去五枝买 把这个江绳 所有都拔拔起来 让这五枝买 带路 这五枝买 大家抵护五枝买 看他要走哪里 就抵护 就抵护 就出来了 离开那个 那个沙漠地带 转出来 这就是说 我们人 要拜书 麻 麻是可以做你的老师 这个故事就是 老马仕途 老马仕途 这就是说 你不要说你是自己最聰明 要评你更聰明 人家知道路怎么走 你都不知道 这烂鱼葱树 大家都在笨 这次装样子 烂鱼 烂鱼葱树 这个故事 要听大家在笨 啊 真好听 阿高雄四季后 看一个高雄上去 他说 我要听一个 一笨 我听 一笨 一笨 烂鱼葱树 这个故事是这样 春秋月季 封建制度破坏 一项用来 维持国家秩序的理 已经行不通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那理哪行不通 那空手哪行不通 空手哪行不通 空手要还有附带的副作用 那副作用在哪里 一个人 要经过考试 带人升官发财 有举人 有进士 秀才孤零 进士 你要有这些 那种东西 但是 你知道这些 口罪 有一笨之帅 考题的一笨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 你如果设到鱼 那只靠一笨就好了 天上是鱼的 变的 变的 所以 西方世界 五五七年 境界台湾海夹 跟台湾海夹 就把台湾这个 岛叫做Fromosa 他五五七年 Fromosa这个名 西方世界 招这个名 人西方世界 叫台湾叫Fromosa 到金安琳也叫Fromosa 汉林 来到台湾 把台湾 付出四十个名 你说一个名 我说一个名 你也不能说我不对 我也不敢说你不对 所以这就是 他不知道地球是他的 没有航道 以前的航行 要沿海航行 郑河下西洋 就是沿海岸 走走走走走走 不敢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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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都看不到 物件的地方 他不敢 他就眼 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这样走 顺这个水路 这样走 这就是 家伙的情形 头上去用百事 法家还有管仲 职产 我们有时间再说 要管仲还是职产 离离生不害 商鞅 商鞅他刚才有说 以信赏必法为制度 有赏有法 我们的秘书长在说 鞭刑事后 这个我相当赞同 因为鞭刑事后 它有影响力 你如果罚的不公正 国民党开的会欢迎判断的 大家 你信赏不罚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这个抗战要注意 圣道 韩非 韩非收儒家荀子的性恶论 韩非只认为 人的行为多从施 施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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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所以人性是恶的 人就是要自己救你 所以人性本恶 李斯 李斯大家都知道 这是秦国统一六国的一个大丞相 他也是法家 这就比较协待法的图片 李斯 总结 秦始皇皇国法家思想统一了全中国 这很重要的 皇国法家的思想统一中国 中国没那么简单让你统一 六国大家都也是用的 怎么你这国特别用 会有法打败百个国家统一中国 这就是法家会出逃 他有同一六国 上阳变法里面 他有废除旧的四亲四路 他旧的制度全部破坏 所以他的旧的制度 旧的制度受益人 我都有人领了十八% 你把我十八%打败了 我就去你一世人 对吧 他制定二十级 公罗台租的第一人有一戚 台三的怎么算 有二十戚 二十戚转可以让他什么刀 可为五十五周的刀 台两个的敌人 百一百周的刀 他都整天好洗 他也是废除限制 废除分封制 制定连作法 连作法是什么意思 你犯罪 你出品嫁拼 你的兄弟姊妹 都受受犯罪 都要受到处罪 这连作法很可悲 上阳 上阳 知道自己在国内没有管理后 他走 他走到一个律师要睡 律师说你什么人 你身份情拿给我看 他说我就会不身份情 他说你如果没有身份情 我的罪跟你的罪就比重 你如果犯什么罪 就会犯什么罪 所以商鞅作法自闭 就是这样 法论 结果害死自己 经济方面 废景田制 结果我们听到景田制度真好 景田制度有什么好 八靠的 八家庭 就分成八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中国的那一家庭做给公家的 结果呢 中国的那一家庭 没有人要做 当然 我这家庭自己做的好就好 那家庭就要做而已 所以家庭制度不是一个好制度 没有人性的制度 我们也要注意 我们自己在实际 在管理的时候 很多东西想说 结果就不错 今天说话 但是人性 会比较重要 废景田 重农易商政策 统一度量衡 这个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这真有意大事 结果呢 到17世纪的时候 我们台湾秋 台湾军 台湾秋是利用 荷兰人 把欧洲制度 带来台湾 一军十六年 一军十六年 因为十六阵位和十阵位 有什么不同 十六阵位 你看去菜市场买菜 你自己买 一军六年 它就选顺你 头像电路一样 因为 十六阵位是很进步的 尤其现在 用十六阵位的人 电路 电路十六乘十六 二五六设 二五六 二五六到网头标断 这个色彩 二五六 十六乘十六 但是我们台湾军 就是一军十六年 那个台湾秋 台湾秋 差不多我们台湾秋 所有人要去 去出海去 去做生理的 都要经过台南 公秤处 给人家的公秤处 你这支枝对吗 对 可以出去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家的两支枝 一支更长的一支更低 要买你问题 拿大手来做 要自己买 拿大手来 来设 买手就大家都说 不然用你台湾秋 所以住那些 因为台南的台湾 台湾这个地方 应该叫大园 园林的园 台湾这个地方 出去的 你们就是由台湾来的 所以你们这些人 就是台湾人 最近 陈秘书长有说 台湾民政府 要改名作为台湾政府 我就在想看 这个园 什么不对 我们应该叫字面上去台湾 不是台湾 我们大家都说台湾 所以字面不对 怎么不对 不对的原因在哪 因为当时 完全政府来接台湾的时候 他没有那个 他 谁在他们的北京会的缘 所以 现在要订我们的国名的时候 还要再准备一个讨论 要如何表达我们台湾 我们随着大家都说台湾 没有人说台湾 这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不知道 这 这 这 就是台湾的 那个 都有 特别的 那个 土地的 记号 譬如说 六丁雷 七丁 八丁 就是 一个面积的计算 就是台湾 是冷土中国 30年 消费制度 他规定 一方 如果有两个儿子 超级20岁 无分枯 就要自己家修 户口 禁止 白鸡兄弟 生年才 住在港厨 一个家里 这是商鞅的变法 就是你如果生年南日 你就出在外面 大 这是说要白鸡的家庭 林松文 一七八千年 因为一七七六年 是美国的独立战争 美国的独立战争 怎么贏 美国怎么贏 因为 有受到外国的帮忙 法国来帮忙 法国跟他研究说 你如果要出兵去台 去美洲 我就跟你选 所以 全世界最佣的研究 全看殖民地独立 我们十年后在台湾 有一个林松文空清 林松文空清的时候 中国派军队来 三遍 第三遍是集合集合的专 集合的专专 就是最佣的兵子 最佣的兵子 中间有一个主意 就是说 有一股军队叫做 四川屯帆 四川屯帆是什么 就是 四川屯帆 这四川屯帆 他叫四川屯帆来台湾 三千名 这个记录就是说 原路 康熙皇帝 给他们六十只牛 给他们 他不走到 他们不可以吃牛 他山上的人不可以吃牛 我六十只牛 给他吃到台湾来 所以有这个记录 才知道是这样 林松文打败 走去山顶 以前如果走去山顶 中国边就没法 我们台湾有三千公斤 三千公斤 三千公斤 十几亿 结果 这四川屯帆 你背去山顶 我也把你背去山顶 所以林松文 这样才去弄去 这就是 这些事实在跟我讲 但是 但是有四川我大边的四川屯帆 月明三千人 号称义民 向满清靠龙 就说是过我大边 有人做了别 向满清靠龙 向满清靠龙 但是台湾军队 前面有清军 后面有客戟的六庄基地 所以 所以他说 万全的军队我没自己抬 我外国头来抬 抬客家人 所以 所以有这个动作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客家人就要求万全政府来帮忙 但是万全政府没在帮他知道 你如果不是我的人 我怎么帮你帮忙 所以 有一个修士 说 米林垂株链 深作醋而眉 但见泪痕斯 不知心恨谁 你说 我退万全政府做 做事情 还万全政府没在乎 我不知不知道 去什么人 这就是六堆的事情 这个事情 延续到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 日本的一个中毒 也条件去六堆 不知心恨谁 希望他 以后 以后 较多的我来 但是 现在的人 不会这样想 所以 有一种新客家人理论 新客家人理论就是说 我 我新的台湾 这堂堂堆就是我的 我就是自己的主人 这样才对 不可以说我做客在这里 我称在那里 我大便我就卧掉了 这是我的头对 这是 我在网路上去找到 认同台湾洋气做客信态 客家人的原乡在台湾 所以 较不容易去筛拦去 我知道有说过 这个政治狼相亲 我现在就没说 放弃仙下灵 三省总督之印 五百名黑人 折虐为名 痛饮三天 他cell工 抗轻的原因 就是 他老母 тру撞肝 所以他不得票 跟他老父 议事 完全不一样 来处理 他去兵的年年二十五、二十三年 他六四六年 那一位台湾叫什么东宁王国 提醒以前跟台湾叫什么东宁王国 有一句说 它说 他说 起过起起起起 当多看来去 来去我们有幕 不免挖刷太坚扯 他说 起过起起起 当多看来去 来去台湾了 来去 我有幕 实在是台湾的欠十部 我们有幕 不免挖刷得太坚扯 这就副实 挖刷得太坚扯 来台湾就好了 所以说以前台湾这个地方 在竞争叫做当都 竞争的时候叫做当宁 到万青来再改作台湾 竞争说是怎样死的 有人说他得到瘧疾死去的 还有一点是政经乱论 竞争说有一次打台湾 打台湾打潮度 给人建筑十个月 这个委员的卫文团来一个消息 那时候提醒说三十九月 他说你做阿公 三十九月做阿公 很开心 羞恕 孩子五百年纬 新的孩子的女婿五百年纬 竞争你很厉害 五百年纬 还有竞争的老母也收拾五百年 就有很好的事情 但是 怎会知道竞争的大夫 的老婆 撒一张伴来 他说你是做阿公 还是做老婆 什么做阿公 做老婆 这是什么话 原因是这样 竞争说有记录的有十个母 十个母中心老死的那个母 跟竞争发生关系 又生一样 你看这个是要赏你的 还是要赏你的 赏你的 赏未清楚 所以 所以竞争论 所以竞争论 竞争论 竞争论 来到这个 你 来到这个 万千的所在 你如果没什么理什么 说了 做一群给你 在一口 大夫的 台海事 这都是 都是这个 让竞争成功 三十九月就希望的 主要理由 那还有永利帝和太智在昆明被杀 所以 因为有很多事情 这个 丹优法 就是竞争论的 赞相 他专 建立 黄盟天地灰 因为 因为 万千来占中国 中国所有的大官 中官 大家有钱 堂贴 就都叛变了 好像不叛变的人 是最多十的人 所以 他为最多十的人 把他写在黄盟天地灰 所以黄盟是为台湾发援的 团去中国 美国 又团去 美国 在哈威尔 让这个 孙重山加进 成立 星中会 这都是鸿门的系统 万千不是队子 你成立鸿门 我才不知道 你成立鸿门 我就成立一个清邦 清邦 就是我万千的 前隆皇帝 把怀运 怀河 船粮运输 都一定都跟青邦的人 带来探这座楼 青邦 青鸿两邦 让你们下去训 斗争 其实鸿门是看青邦不起 但是我们的九戒酒 参加哪一邦 都跟青邦 所以没有 这个意识 很有问题 我们要知道 天地会 陈永华 第一小帅是说陈靖兰 这是一个 鸿门 我们流传 如果有百年 我们流传这么久 因为有暗语 暗语 暗语就是说 我做一个动作 你就知道我要青邦 我要鸿门 我现在做一个手 跟我握手一下 来 手来 我打一个暗号给你 有吗 有吗 你把后面的人握手一下 来 有吗 有一个暗号吗 有吗 有暗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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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暗号 这叫做三把伴箱 这手要跟握手的时候 这样 我旁边的人看没有 我就传递一个信号 我是三把伴箱 就是我是鸿门的人 那还在地点里面 那时候的地点 不设定 他这个牧羊镇 这个布镇 外面有一个背 你要怎么破证 你只要把这个背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 再扑起来 太痴 他说 牧羊城内是乾坤 意气全平一点红 今日益兄来考问 莫把红阴当外人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 这个 他有查证 这些东西 我们台湾人发明的 万全政府 一六八三年来到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 你 政客庄 专专把这些物件 放在箱子里面 替箱子里面 包好安全 等会被打下去 够一百多年 扑转 去福建的河民拿到 拿到铸铸 这个铸铸 拿到铸铸 去铸铸铸铸 台北铸铸铸铸铸 旧树滩 日本不到十块 二十块 要买日本海底 那有法度可以说 双农正义 不要紧 这都是一些 我们台湾人 有尾台没有 我在写 台湾人 尾台的台湾人 日本时代的时候 一百九 我们台湾人靠三百万 台湾三百万 台湾三百万 脱堆三万六千 兵公公里 日本派七万六千名兵 用到六个 才把台湾接去 这是一条 但是 隔三十五年后 中国当初 一休三一年 结果九一八事变 这人靠是我们台湾的十二倍 三千八百万 三千八百万 脱堆是我们的一笔三十六 就是我们的三十六八大 那边啊 日本边都派两万人 他派台湾来家里的时候 派七万六千人 他用三五个 昨天把东北拿起来 下去算 如果昨天住的 中国东北是台湾人的时候 日本要用几年 才站起来 兵力不增加 要用两百万年 你说台湾人有委员吗 你说台湾人有委员吗 台湾人有委员吗 上去沙漠去检 不死不归 就是你去检 要死才有回来 不死不归 亚克萨 俄鲁特战役 就是把台湾兵消磨毁上 像共产党我有说过 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军队 韩战的时候 人海对火海 哪有那儿退的 人海战术跟对火海 到底谁人会贏 穿金贏 你的族贏 这就是台湾兵来雅克萨 来家作检 这枯叶岛 还有一个副作用 他把你提前说的墨 把你抹抹起来 当时把你抹 一些面条大神的墨 台湾人看都奇怪 你如果抹不 一堵违安的 他说没有 如果你要比较近孝道 你就要把你的祖先的墨 撞起来 撞起来 撞起 拿去 你祖先的 叫一堆 叫做的家 那些 叫做的那些 叫做的家 那就叫做的家 所以我們有來民進府這麼討厭 就不要去做固固一件事 除非你這條路要變做公路 要做做公路要怎樣清理 那你就去清 不然的時候入土為安就好了 改造就是這些問題 我現在要快來講四十七個亡國的徵兆 凡人主之國小而加大 權傾而沉重則可亡的 這是在說什麼 國家水 臣子的權重於君主 勢力大於君王就可能滅亡 所以你要知道 你以後的官吏 你的爬手平你比較壞 你在聽他的 要注意 你這個位置坐不久了 第二點 減髮鏡而物謀率 荒蜂類而石膠原則可亡的 他說不定是法規 只在於計謀 不理正事 只找外源可能滅亡 這滅亡 一個國標滅亡 不是說你翻一條錯誤你就滅亡 這條那條這條那條 所以我做這個四十七雷 是韓非子下的文章 你拿回家裡聊聊研究 但你如果做到大觀的時候 你就研究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你為人處事之道 那客氣人是怎麼處理的 第三條 那群臣喜愛研究學術 貴族子弟爭論 商人將獲積於外國 平民失鬥 失鬥嚴重 可能滅亡 這個現在看不太對 但是有那個現象 好 好公是 君主愛好華麗生活 押詐百姓浪費資源者 可能滅亡 這就是 這個蒙國 有四十七雷徵兆 這四十七雷徵兆 每個人回去抓到那邊看 我上一次在講這個時候 大家都說馬營酒 所以這個 來做一個 是 我們台灣 大家都有這個地績的時候 我們滅亡的機會很少 國家興起的機會就大 所以 特別經濟四十七條的處理 我們今天說得吃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得